大家好,我已经到硕州火车站了 乘坐绿皮火车从新州过来的 用了两个半小时 看一下,这个就是战前广场 我刚才查了一下 它这边没有很集中的小宾馆啊 就在对面这条路的两边有零散的一些小宾馆 现在已经一点多了 我准备先吃个饭,然后再去找宾馆 看一下,路的两边就有餐饮店啊 刀削面,炒菜,盖饭 这边还是刀削面 感觉越往北走 刀削面越多了呀 大同正宗 过来吃一下刀削面好了 要了一个饮料啊 太红蜜 这个没喝过啊 第一次喝 490毫升 这个是山东产的 山东德州 这喝着有点像酸梅汤啊 甜甜的酸酸的 刀削面啊 只要7块钱一份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感人了 看一下,里边还有肉呢 这么多肉 这是香菜跟葱花 还有一点酸菜自己加的 然后另外 是一个鸡蛋一块 香肠一块 一共9块钱啊 这么大一碗 这个海红蜜是3块钱 很丝滑啊 这个我感觉要比 太原的刀削面好吃 再来这些醋 不能加太多了 加多了酸啊 因为山西的醋 特别酸啊 我已经见识过了 昨天在新州啊 哎呀 这刀削面 这才是正宗的刀削面啊 好吃 香肠 再来一口饮料 透心凉 舒服 吃完喝完 结账 这次宝大账 12元 看一下它这边的饭都不贵啊 面是最贵的才10块啊 很多都是7块8块的 这边有个刀削面的来历啊 起源于12世纪的山西大同 鱼琛面拔面 刀拔面 并称为山西四大面食 硕竹这边的饭真不贵啊 好吃不贵 经济实惠 吃完饭 开始找宾馆啊 这旁边就有小宾馆啊 很多的 看一下 老板 有单间没有 有 哦 这个是内床啊 里面过道有个内床 房间不是很大啊 有风扇 这个 和这个差不多 一样的 房间不是很大 都是这样的 这个多少钱 还有没有稍微大一只 就这种 有窗户的没有 没有啊 都是这种的 你楼上没有了 不是说是只有这 哦 老板 有单间没有 有 哦 哦 都是这种 内床 有 这有风扇 这个三十啊 嗯 我要住个两三天也不能便宜 就在最低价了 哦 我看这边的宾馆的房型都是差不多啊 都是这种房型 我准备再往里边走一走啊 这边商铺林立 周边非常的繁华啊 也算是一个商业中心了 对面就是 朔州老城 看一下 这边也有刀销面啊 这边有很多便利店 餐饮店 还有小宾馆啊 在这边生活是很方便的啊 看一下 还有二楼啊 二楼有很多这种小旅馆 周边有很多商场啊 对面是一个 玉柏商贸 老板 在这儿呢 哦 这种啊 嗯 哦 这是工位的 不代为人家的啊 哦 你这没窗户啊 有窗户 有窗户臭的 窗户有窗户臭的 这叫吧 主要现在夏天天热 你知道吧 没窗户太闷了 这个也是 都是没窗户的 窗户的潮了是吧 你说的 臭的 臭的 臭 所以臭大 哦太吵了是吧 你说的 偏阴了 雾云密布 暴风雨即将来临啊 这不是好凉快啊 哎老板 有房间没有 嗯 你们单家多少钱 哦这个 哦 这个可放在这是不是 那个 哦 看在这 嗯 哦 这是一个 这房间不大 有没有就带个小窗的 哪怕就透个光线呢 哎呀 都没有了 二楼 这个房间 哦 这个房间比那个社会带的了 你看 这个这个这个楼顶它都晒透了 这这这有一个风扇啊 啊 有风扇啊 你看这风扇 你看这风扇 哦 哦 风扇可以 雪头子点风扇 这是卫生间啊 哦 哦 你那个睡龙头就在这儿的位置啊 嗯 下面人洗澡 哦 下面还有呢 哦 哦 这个地方能洗 能洗脸是不是 哦 这个地方能洗脸 这个也能洗澡 哦 这个洗澡间 哦 这环境还可以 你相信你这个晚上不吵吧 这隔壁啥 不吵 你这中间应该不隔音的 晚上不怕 不吵 隔壁住个小夫妻啥的 没有 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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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啥 因为我们天天住的 有时候遇见那种情侣啊 小夫妻啊 没有 一晚上就别想睡觉了 搞定了 单人间 这房间不是很大啊 只要20块钱 有一点不好就是没有窗户啊 感觉有点闷 没有光线啊 这边灯 这边是一个小风扇 一个工作台 一个凳子 这边充电的 网络的话是在这个方向门口 然后卫生间是在这个方向 出门就是 水电网齐全 这个锁已经失过了 可以反锁 安全没问题 怎么样 这个房间可以吧 20块钱 想啥呢 要啥自行车呢